记者陈凤利南投报道,上月才拿下2017花县台南摄影比赛金牌的赵令吉牧师,本月中旬到南投县普里镇虎头山,从凌晨3点连续拍了5小时,把午夜云雾飘渺到黎明前的七彩琉璃光,日出后的黄金云海都呈现出来,而透过苏石摄影可看到云浪翻滚,阳光尤为道强的变化,网友看到都大赞美呆了, 喜爱拍照的赵令吉牧师,累积多年经验,看天气预测当天在自己所定的景点能否出大景,本月中旬他即在深夜从台中出发,在凌晨10分抵达普里镇虎头山,架好脚架后,从凌晨3点开始拍摄缩时摄影,一共拍了5小时 赵令吉表示,自己的缩时摄影设定5到10秒钟拍一张,间距越短就越动感,5小时共拍了2000张,清晨时的色温一直在变,因此调整色温等动作要快,而辛苦守候是有代价的,现场即可感受天光云影变化时的美丽, 要赞叹上帝的杰作,赵令吉也说,大浦城,浦里的旧地名,黎明前到天之江亮,太阳露脸天空的变化非常多,从云雾缥缈,七彩琉璃光到云浪翻滚,金黄色的云海,可说每一刻都美